来到就是2023年1月7号的Taira Talk 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讲者是罗国伦 那他给我们的演讲的题目呢 是微机电超音波感测器 那罗国伦博士呢 是毕业于成大物理 然后轻大动机硕士 然后UC Davis的PhD 然后现在是任职于Apple 那他今天呢 应该是要跟我们讲一些 有关于MENS的一些科技 还有可能一些新的发展和应用 那我们就打开麦克风 然后鼓掌一下 然后让就是鼓掌一下 OK好吗 就大家可以把那个麦克风打开来 OK好 好 那我们就把时间直接交给郭伦 OK吗 好 OK 好 谢谢大家 我叫了郭伦 也可以叫了Ray 如果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直接打断我 我今天主要是讲我之前PhD 在Berkeley Sensor & Atreator Center这边 就是我们是一个MEMS 专门做MEMS的institute 那我一直以来都是做MEMS 从可能我硕班做到博班 然后我现在也还是做相关的东西 那我今天主要是讲这个超音波感测器 那我会稍微 因为可能大家不是很熟悉MEMS 所以我会先稍微简单介绍一下MEMS 然后还有它的一些制程 然后从制程出发来讲这个超音波感测器的一些应用 我自己在台湾也有工作过三年 在我念完我的MEMS 所以我在台湾大家都知道就是做半导体最强的应该就是制程嘛 所以我也是在那种Foundry做了三年 然后服研发体代仪 然后才去念PhD这样 所以我这个topic就从主要是会比较focus在一些制程 然后说这样子可能比较多我们台湾的专家 就是比较可以有感觉一点这样子 好那那我今天的 我今天Outline会稍微讲一下MEMS 然后MUT这个Micro Machine Ultrasonic Transducer 然后基本上现在Altrasonic Transducer 在MEMS上面呢有 我要那个MUT这个东西有P-MUT或C-MUT P-MUT stands for那个Piezo Electric 就是压电 然后C-MUT就是capacitive 就是电容式的 那它现在目前有 这比在MEMS或者是现在的 在现在科技也都算是比较轻的应用 那它现在有可以在AirCouple 就是在空气中作动 那另外一种是Immersed 就是它是在水里面作动 那我们这边都有做 我这边在博班的时候都 刚好有机会做一点应用 然后有一些结果这样子 稍微简单介绍一下 目前有在量产的MEMS Product 然后基本上分成不同的物理 就是不同的Physics 我们最主要就是做Sensor Sensor或者是Actuator 这是主要两种最大的应用 然后后续因为比较多RF 或是Electronics上面的应用 也可以用MEMS的一些制程来做 所以如果是Sensor上面 这其实大家手机里面都 有各种的Extrometer 或者是Gyroscope 加速机或陀螺仪 这都是最常见的 然后一些像压力机 也是车用或手机里面 都最常见的一些Sensor 那麦克风或是一些声学的元件 也是现在比较成熟的商品化MEMS元件 那Actuator的部分呢 现在有在做的像是Scanning Mirror 或是一些微星的齿纹 那这些其实呢 还没有真的说量产 但是有这样的应用 那在也有这种Authasonic Transducer 也是一些业界有在开始做 然后Electronics的部分呢 有一些MEMS的Switch 或是一些Relay 或是像这个是Filter 就是目前算是我们这一行里面 最赚钱的元件 就是FBAR 就是5G以上可能就只能用这种MEMS的Device 来达到这样子的规格 那我今天主要就是在讲这个Authasonic Transducer MEMS跟一般的元件比起来 它基本上就是它可以比较小嘛 然后因为它是Silicon嘛 所以我们其实就是比较小比较轻 然后Power相对来讲 可能在有些应用上比较低 然后因为它是Semiconductor 所以理论上它都是比较便宜 但是其实这也不一定 就是因为我们的制程 其实相对来讲比较复杂 跟传统的Semiconductor CMOS来比较的话 我们比较难去就是同一套制程 比如说某一个Node 28nm好了 你就是做同样的事情 我们MEMS上面就是 Process比较复杂 所以我们必须要开发独立的一个制程 来复合不同的元件 所以你看我们可以做出不一样的结构 那这不像一般的那种CMOS Process 可以就是直接就是复制铁商这样子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题目这边定的是 Miscellaneous Fabrication Process 那对应不同的Process 其实我们的Material也会不一样 就是看你用什么应用 然后它基本上它的Physics也不一样 因为你看这么多不同的应用 其实它在Physics上 就是我这边讲Operation 就是也是有不一样的Operation 就是去怎么样去Sense这个Physics 或是Actually 比如说像这个Scanning Mirror 它应该是跟光有一些interaction 那像Othersonic它就是产生一个超音波 那或是去接受一个超音波 对那这个就是跟传统的Semiconductor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好那我这边简单介绍一下 我在做这个Othersonic Transducer 它的Physics 它就是我们叫这种叫Mut 那它基本上它的结构非常简单 它就是一个薄膜的元件 然后可能它有一个Gap 那它这个薄膜呢会去震动 然后在测定的频率 所以它会有一个Transmission 一个Pressure Transmission 然后还可以去接收到一些Pressure 所以它既是Sensor 也是Actuated 所以我这边就是讲Transducer 它就是一个换能器 然后它跟传统的比较 传统的这一种超音波感受器 大家有在用的 比如说像是那个医院在造超音波 或者是汽车上面那种倒车里的 有些就是都是那种传统是一些 比较大型的压电元件 然后它比较不好的地方就是 它跟这种 我这边讲Acoustic Impedance 就是比如说是水啊 或者是一些空气啊 大家如果有照过那个医院超音波的话 应该就知道它会涂一层胶嘛 那它那个东西就是一些必须要跟你这个元件做Couple 就是怎么样做超音波的传导会比较好 那这个东西就是我这边写的Acoustic Impedance Matching 就是说我们这一种比较小型的MEMS 元件有比较好的Acoustic Impedance 跟不论是空气或是水 或是刚才讲那一种 脚啊都是有比较好的Match 跟传统的来比的话 那再来是我们 我这边是放了只有放一个 那实际上它是可以做一个Array 所以说它就会有一些应用 比如说你有很多个 比如说100x100好的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去 你可以去扫它的 就是如果你可以去做Beam Forming 所以说你可以就是去产生一个图案 我这边有一个例子就是 我们实验室之前在做这个Fingerprint 它基本上就是可以去扫一个2D 或者是甚至像右下角这个是3D 就是我们可以去做2D 3D的称音 因为它是Array 那跟传统的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传统其实你很难去做到一个Pixel 我们这边是做几十个Micro 在传统的那一种压电PZT之类的 不太可能可以做到那么小的Pixel 所以我们的Resolution 一定是会相对来比较好 对 那再来就是因为我们是做Semiconductor 所以说我们还是有这个 就是我们还是可以跟传统的CMOS 这种电路来做整合 虽然说不见得是好处 但是就是有这一个CMOS 我这边三个原件都是目前比较新的 那有蛮多Startup也成功在做 第一个就是这种Jugged Detection 就是你其实就是利用它这边带的一个戒指 它就是基本上让你荧幕上面 有一个超音波的Transducer 它发射了一个Pulse过来 然后它可能就是侦测到你手 或者是它这个带的一个东西 然后它就可以去反射 有比较好的反射 它把超音波反射 然后用同一个Transducer去接收 或者是不同的 去接收这一个反射的Reflection 所以它就知道说 你刚才做了什么东西 然后距离在哪里 然后这个就可能就是1D 就是或者是2D 然后这在空气中使用 那第二种就是所谓指纹电视器 现在也是比较热门 那这个其实就是你的手指 所以它就是跟议题 或者是因为我们人体最多比例是水 所以它就是跟议题怎么couple 然后第三个当然就是造一些 这个公司蛮有名的 也是一间上市公司 在某一次Apple Event 还有就是有被提到就是 它可以接iPad iPhone 然后这个超音波的探头 就是用这个MOD做出来的 然后它们三种因为有不同的应用 所以说像在空气里面 它可能是几百K的频率 那在用来做指纹辨识 或者是照超音波 就是那种medical image 可能是就是在这样子 就是20到40MHz for fingerprint 然后1-10MHz for the medical image 它的原因都是因为一些 比如说你需要多少的讯号 然后你的 bandwidth要多少 所以会有不一样的application 然后因为这个东西当然不是我发明的嘛 所以就是我这边有什么就是 contribution对于这个industry 就是稍微介绍一下就是 为什么这个东西重要 然后我们可以做什么东西 对 然后我这边是用一个最简单的 就是time of fire sensor 基本上就是你刚才看到那个第一个就是 你那个gesture detection 那我们这边我这边基本上是做原件的 所以呢我是focus在我怎么improve这个原件的performance 所以我就是希望比如说距离越远越好 然后time of fire sensor 现在也应该也是在蛮多应用上面都有在做 就是它去侦测你这个讯号经过多少时间 就是它在空气或者是在什么媒介之中 可以过多少时间 然后我们计算这个时间去看说 这个讯号的差异 比如说我这个schematic 比如说我有两颗mod 一个是transmitter 然后它就发射一个pulse 它撞到一个物体之后做反射 然后我有另外一个是receiver 然后receiver去接收这个反射 那我们在time domain上面 其实是可以看到一个pulse 然后一个echo 所以我们就知道说用这个time of fire 就是我们就知道因为超过在空气中 传输的速度我们知道 那所以我们就可以算出说 这个距离是多少 因为你有时间然后有速度 所以你就知道距离是多少 那所以我们在这一个实验上面 我们就希望说我们想要把这个tx的pressure 我们想要有比较大的pressure output 然后比较好的receiving sensitivity 同时我们希望它的bandwidth比较大 那第一个第二个可能比较直觉一点 那第三个就是 我应该后面也有slide去介绍这个东西 就是为什么需要比较大的bandwidth 那这边有几个consideration 是我在我PhD的时候觉得比较重要的 那第一件事情就是 如同我一开始在那个outline的地方 我讲到说有两种sensing或是driving的方式 就是电容或是压电 那当然这其实就是第一个问题嘛 就是为什么要用电容 为什么要用压电 那再来就是我们在结构设计上 是要选择怎么样的设计 然后用什么process 然后用什么的材料这样子 那再来就是 也有一些array的设计 因为我如同我刚才前面讲到 就是我们是一个array 那其实你会希望说 有当然你的array size 就是你的pixel size越小越好 因为那就表示说你的resolution比较好 所以同时你的phone factor就越高越好 因为你就在同一个面积里面 可以塞越多device 然后你的resolution就更好这样子 那再来呢 其实大部分的做元件的人 比较少在考虑一些就是 你元件做完之后 其实都需要做一些封装 那其实这对于members来讲 封装都是比较 蛮trallenging的一个步骤 因为我们跟传统CMOS不一样 我们的东西是会动的 所以说你怎么把它封起来 是很重要的 就是像刚才前面提到 这MAR它就是一个薄膜 一个membrane在那边振 那其实如果像CMOS 它是完全不会动 那其实你看 你如果有比较熟悉CMOS封装 其实你就会用一些胶啊什么 都可以直接碰出这个CMOS 那可是MEMS如果 它就是有membrane 那你如果用什么胶啊去碰 它的membrane就爆了这样 所以这个东西也是我想要讨论的这样 我希望我有时间 go through 全部 但是就是稍微 briefly discuss everything 那有问题都可以打断我这样子 好那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讲到 那要做做PMAR还是CMAR 压电还是电容 这边就是一些 就是前人做过的嘛 有人做这个撇走的 有人做那 pazitive的 那撇走基本上 它就是一层膜 因为它本身那一层压电膜 只要一层membrane就够了 所以说它就是一层membrane 但是电容的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说 电容大家都知道 其实电容是两块平行电容版嘛 所以你其实是一个pair 那虽然说在这一个device上面 它底下那个是不动的 上面那个是动的 但是呢 你这个电容器 它的 我们叫激电转换系数 就是你能量的分布 其实基本上 跟你底下给多少电压 就是你这个电容是用多少电压去drive 然后有多少charge 在这个电容上面 是关系到你的激电转换系数 就是你 大家可以想说 其实我吹越高的电压 那这个电容当然就是会动越多嘛 就是 蛮蛮合理的 但paz走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它只需要一片 就是它只需要一层 single layer 就可以完成跟这个pazitive一样的动作 就是你drive电压 是都在同一个单层的材料上 就是单层的layer上面 对 所以它会有一些trade off 那我们就是讨论说 我们用一些等效电路去看 就是怎么从electrical到mechanical 到acoustic 然后去看它说 比如说从electrical到acoustic 我们叫这个是transmission嘛 就是TX 就是你怎么给一个电 它造成它机械结构变化 然后造成它的升学的output 那因为这个是actuated的部分 那在sensor的部分 它其实就是颠倒过来嘛 你怎么样给一个声音 那这个声音会造成你的薄膜在震动 那你这个震动可以让你有一些voltage output 或是charge output 就是有一些电讯号的输出 那这东西就是RX 就是receiver的部分 那根据这个equivalent circuit 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些 它相对的那个figure of merit 就是我们叫这个TX是这个eta 然后RX是这个eta over C0 然后C0这边其实就是它挂的一个 就是它的这个 它device本身 就是这个元件本身的电容值 那这个就是一些基础的理论而已 就没有 就我们就不勾入detail 那非常干 ok 不好意思可以回到上一页 因为我对这个device是完全不熟 可以讲解一下 就是在Piezo的情况下面 我猜应该aluminum nitrate 是那个Piezo material吧 对对对对 那就是 你上面的那个aluminum 是它的electro 但是它的grunt放在哪里啊 它的grunt 因为这边其实是用platinum 是一个白金 在它的aluminum nitrate底下 它的灰色的部分 哦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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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是两片电极夹着一个Piezo的比较 对对对对对 那aluminum nitrate是在silicon zmosfab里面可以用的材料吗 对 它其实就是目前做压电做最成熟的材料 ok ok 对 所以它算是Piezo 那个coefficient是够大的 嗯 好问题 就是 嗯 其实目前 可以用的压电材料也没有那么多啦 就是可以用来做半导体压电材料 因为大部分压电材料古早都是用切的嘛 它可能用切切然后用磨的 然后你可能做一个比较小的它还是用黏上去的 所以说其实 呃 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些都是可以跟半导体相融 所以它就是可能Spotter啊 或者是 Spinkle 上去的 所以说 aluminum nitrate是 在里面做的比较成熟的 就是 在这种半导体制程厂 比如说 因为 你如果用 就是你如果要度这种压电膜 其实 它就很多问题嘛 比如说它的 呃 厚度的均匀度不好啊 然后 呃 可能长得很慢啊 然后 可能 呃 就是每一批度出来可能 也差别很大 所以 呃 它其实是很很注重它那些金格啊 所以为什么 它用 你可能会觉得很好奇 就是为什么要用白金做 那个 底下这个电击 其实就是 因为它需要一个很好的金格成长 然后 然后它才会有好的压电特性 对 对 所以这里的aluminum nitrate 会是single crystal的吗 呃 呃 就是 就是 呃 呃 呃 它应该不能算 对 它是single crystal 但是 它就是要长特定的金像 对 哦 了解 所以它不 对 它就是要有特定的一个 就是 我有点忘记 0001 之类的 它的那个 对 OK 所以就是刚好它在白金上 会长到这个金像 这样 对对对对 然后当然你recip 要 就是特别去tume 对啊 这个其实我就不是 专门去度这种film的 对 OK 好 了解 谢谢 对 那其实像做电容的话 它其实就是 呃 也是有一些电极的考量啦 但是它基本上 Metal就没有那么的concern 对 这这当然也是一个 就是一个 一个 呃 就是两个trade off 之一啦 就是Pierzo一般来讲就是 最重要就是这一层压电膜 对 好 然后 呃 Base on 刚才那个equivalent circuit 就是我刚才在比较那个figure of mirror啊 我们就直接看这个 我们如果在做 呃 这个结构 然后还有一个gap 那其实 这个gap 因为呃 如果你是 就像我刚才讲 如果是压电或是电容 它其实就 就会有很大的不同 因为你如果是做电容的话 大家可以想象就是 你如果gap拉很大 你这个电容其实 它之间的静电力就很弱 因为那个gap很大 所以说 你就会看这几个C-month 这几个就是用不同的电压去drive 它 它随着你的gap越来越大 它其实这个 呃 Figure of mirror 就会 就会drop 呃就是 呃 呃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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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只有在比较小的gap上面 它的Figure of mirror 可能会比较高 那P-mark的部分呢 我们这边就比较两种材料 因为就是 呃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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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有我们有线材材料其实没有那么多啦 那PZT一直都是 呃 最好的 或是最成熟的material 呃在 在 就是在传统的压电 材料上面 那所以 我们也会有这一种 就是 所谓薄膜SIMFILM PZT 呃 呃然后 这这也是可以讲 所以我其实有一部分的research 也在做的SIMFILM PZT 所以 在这一个 那个transmission上面 你可以看到说 呃 呃如果我们要做压电的话 PZT一定是比较好 那 可是如果你的gap 可以做到很小 那C-mark 一定 这个电容的一定又是比你压电的好 呃所以 所以可是呢 其实这个gap又很重要 就是说 因为你这个gap 决定说你这个薄膜可以动多少 那其实你薄膜动越大 就表示说 你可以drive更多的空气出来 那其实你的 呃 你的 你的 output pressure 就会比较大 所以其实你 是会有特定的gap是 呃是没有办法产生那么大的 的pressure 所以说 呃如果我们希望做 很大的pressure output 那 如果在比较小的 呃 呃有比较小的gap 可能是 是有 你的 你的output pressure 就已经被限制住了 所以我这边只是 随便列一个就是 呃 他他会有一个 一定的 soul pressure level 就是 SPL output 啊 在 特定的gap 底下 所以说 呃我们可能是 如果希望做很大的pressure 我们是希望说 哦我们有一个很大的gap 那同时呢 这个 呃 呃 用这个 PZT的P码就 比较合理一点 因为我们就有 最大的figure of merit 在这个transmission的部分 那 第二部分就是 这个是 呃 我刚才讲 我们这个是一个transceiver嘛 那receiving的部分呢 呃 我们也做一个比较 那也是based on 刚才那个equivalent circuit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哦 他 呃 这个figure of merit 在CMART 呃 就会明显的比P码还要好 那即使他只要一个很小的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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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边是做5到20 这样子 所以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哦 那当然他的gap 如果越小 他这个CMART的performance 就更高 但是基本上 在receiving上面呢 呢 CMART一定都会比 呃 这这就是 这个就是 呃 呃 呃 我主要在做这一个research的 的 的 的motivation 那所以 这idea就是说 呃 我我后来就是做了一个 P码是 呃 用来做transmitter 然后 P码 呃 C码用来做receiver 就是说我 呃 用最好的 呃 两种device 有比较高的figure of merit 嗯 呃 对 然后 好 那所以 我这边就先讲 呃 我两种应用 一种是在空气 一种是在水里 那先讲空气的 呃 部分 我这边就简单列了几部 这个制程的部分 那基本上我们就是呃 用一块soi soi就是那种 呃 silicon 那silicon 它就是底下这一块是subtray 那上面是一个特定的厚度 比较薄一点的silicon 呃 然后我们就是去度这些磨 压电磨 那当然 如果前面讲的这个 呃 它的那个button electrode 就是有特定的金属 需要去呃 配合这样 然后呃 呃 当然就是做一些photo 就是photo 然后 呃 基本上就是去连结它button electrode 然后我们在在 上面再去做top electrode 然后底下再去呃 呃 最后一步就是我们底下去 edge一个cavity 然后呃 呃 我们这一个薄膜就 就这一个呃 membrane就做完了这样子 就是这边是简单 这是一个相对蛮简单的制程 对 那所以呃 呃 当然这个厚度啊 有一些optimization可以做啊 然后啊 频率的选择也是有一些 呃 就是一些 简单 在你设计的时候 就会去算一下 然后看要做多大 然后 呃 你希望它的位有多少 这样子 那 因为它它基本上是一个相对很大的模模 所以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 这个range 其实是呃 几百个micron 对 那所以它它在比较大尺度下面 它呃 它有一些nonearity的问题 就是 它可能呃 位移就 你做越大啊 它的nonearity 越越越越越糟 这样子 对 那那这边的呃 reason的frequency 其实都是在大概 40到100 kHz 那 其实它它就是 这个这个有一个可以提一下 就是 呃 它其实在在空气里面 或是在水里面 或是不管是什么材料 其实都有一个sweet spot 就是 呃 呃 在空 就是在这些媒介里面 它的 它的能量损耗是最低的 就是 所以这距离的 传输 那那有一些 呃 那像在空气里面 其实是大概四五十左右 它的 呃 就是 有拍一些 就是漂亮的图案 那样 然后大家比较 有一些感觉 然后去切一些 call session 啊 就可以知道 哦 这个跟当初 呃 模拟设计的差别 这样子 然后这边就是一些 呃 呃 频率的分布 然后跟我做device的大小 呃 对 然后跟一些 模拟设计的比较 这样子 呃 呃 在MEMS的device里面 比较大的一个conference 就是说我们的stress都会 呃 就是一些残留硬力 在你把结构 release的时候都会 都会是蛮大的挑战 呃 因为你的 大家可以想你如果是一个 因为其实我们结构很简单 就是一个圆形的membrane 那其实你如果有一些stress 它其实就很容易 就是 呃 飘高一点这样子 对 所以 呃 呃 其实这边也是有有去 呃 呃 用一些不同的材料去 就是一些stress的 的 的一些 调整 去 需要让它 呃 呃 不能你做完它一release 你如果stress太大 其实整个membrane就破了 这样 呃 呃 那这边就是量一些 就是做完之后 就量一些它的 它的状况 然后 呃 它其实就是你的你的 你的频率其实会飘啊 因为它有一些 呃 nonality的问题 所以这就是 前面提到 我有一个consideration 就是说 我希望它 呃 呃 bandwidth可以大一点 那这bandwidth 其实就是算这一根pick 呃 那其实 呃 它就是因为 因为它的 它的release会飘 它这个pick是一直在飘的 所以其实 呃 你如果有一个比较大的bandwidth 它其实就可以去cover 啊 比较大的频 就是如果 如果你有两个device 它有不一样的 的release 那 那你可能 你的transmission跟receiving 就会 就会 啊 不是always 有最大的sensitivity啊 所以这就是 为什么我需要有一个 比较好的bandwidth 这样 呃 那这边就是量 量一些那种 啊 升学的测试 那其实就是我有一个 呃 呃 我们做完的device 然后我们有一个标准的麦克风 那 这个device就是 给一个pulse 然后我们就可以做 刚才 呃 类似我刚才讲那个time of fire 就是它这个讯号 呃 drive出来之后 多久之后 可以量到这个讯号 对 那你还可以看到这个讯号的decay 然后 RS的部分是一样的嘛 就是 现在颠倒过来 我用我的device做receiver 然后用一个 呃 standard的transducer 去给一个pulse 然后看我多少可以 多久可以抓着讯号 那我就可以去 呃知道说我的sensitivity啊 然后我的呃 pressure output是多少 然后我的bandwidth 也知道是多少 这样 呃 那再来其实 这个就比较有趣就是 我们去比比一下这个 传统 如果大家有用过的 比较Darkin 那种 电子电子学实验 可能也会用过那种蜂鸣器 呃 就是一些实验就是可能会去自制超音模感测器 其实就是 会用这种一颗可能 一块钱 之类的 呃 的这种 比较大型的device 那我这边就列一下它的面积啊 高度啊 然后 如果我 呃 呃 比较就是 一样的面积 一样的高 一样的那个体积的话 它的performance是怎么样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 呃 这个这个 这个 pctp嘛 有有比较比较好的 呃 figure of merit 这样子 那如果我们用体积来看的话 可能就是20到30 x 呃 比起这个传统的 呃 transducer 这样 呃 那再来这个就是 呃 我刚才前面是用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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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mit 呃 呃 呃 那这样子的话我就可以知道说 哦 那我现在就把这个device拿去 呃 做一个 量测距离的的应用 呃 一个墙 一个板 一个板 大板子 就是 比较不会有一些 太太太太多复杂的那种 那其实两道的讯号就是像这样子 就是呃 呃 我们可以看到他呃 呃 多少时间之后 他传出去又又 又接收到反射这样子 那我们就可以去量他的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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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用smr做一个 呃 看多少距离是 呃 呃 最小我们可以整扯到 呃 的范围 那这边其实 呃 呃 我是写 5公尺啦 那就是 其实呃 呃 可能应该是 呃 比较好的状况下 或是 呃 呃 在理想的状况下这样子 呃 呃 那这边就我前面提到就是 如果你的bandwidth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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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简单就是你倒车雷达 就是你车子上面发射一个超音波 你后面会有一些 呃 障碍物 那 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呃 这个LIDAR 自驾车那些座口是更 更更更更大 这个距离也比较 比较比较 比较 比较长一点 但是其实 呃 如果是光学的应用 其实就是 会有一些问题 呃 比如说 呃 有一些物体 它可能 表面 是比较粗糙 你光学没把它反射 或者是 呃 它的颜色上面 可能就是会吸掉 大部分你 你发出来的单单瓶光 那 这个东西就相对 呃 又便宜又好用 就是 它 呃 算是一个就是additional 的tool 了 了解 对 哦 那 这边就是 我刚才前面讲那个 The SEMA Receiver 它就是 呃 呃 我们刚才前面讲就是 它 需要比较小的gap 然后 呃 所以我这边idea就是说 除了它有比较好的performance 在 在receiving 外 如果我可以用一个SEMA 然后我做一个比较 比较宽的band width的话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cover原本那一个比较 嗯 比较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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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idea就是说 如果大家看这个schematic 就是说 如果我 呃 这个transmission 是有一个很很sharp的 就是一个很尖的peak 它就是这个黑色为代表 那 我如果原本的这个 这个receiving 是用一个p 它就两个必须要很match 所以你的sensitivity 才会是 这两个match的这个高度 这个ambitude 那如果你今天它有一点稍微有点shift 那其实你的sensitivity 就会瞬间drop在这边 因为它是必须要是这两个 啊 呃 match的地方 所以说 呃 如果我 所以这边idea就是 我有一个C码 那我C码 它其实它的band width 是可以调的 那我就可以 有一个比较宽的band width 去cover 这一根p 啊 那 所以它的 它 它 它基本上调这个东西就是 有一些damping 我们可以去 去tune 所以我这边就是 它上面有开一些洞 就是C码上面开一些洞 然后 啊 我去把它的band width 做做大一点 这样 啊 然后这边就是有一些 撒一些条件 然后 啊 它 它当然有一个trail off 就是你开很多洞 你的damping很大 然后 可是你的讯号可能就变弱 比如说你的电容值也变小 因为你洞太多 嗯 好 然后 呃 就是又 又 我还是用一些equival circuit 去run 这个simulation 然后去看说 哦多少 呃 多少洞 我需要多少洞 然后我洞要开多大 然后 damping是多少 然后我可以有 我希望的这个band width 对 啊 然后 这process就是 呃 其实 我我之前讲Hmod就是hybrid 就是我希望 啊 如果我有两个device 这样子其实是相对来讲 啊 在封装上面啊 啊 啊 最后续应用上可能是比较复杂 所以 这边我去提一个process是 我可以把两个做在一起 啊 前面的制程都是一样的 那后来 后面从这个C 第3个step 就是我开了一个Cmod 的area 然后我从这边到E 是有 就是直接 啊 把silicon edge开 然后 啊 做做一样的Pmart的动作 然后最后面我才去release Cmart 跟Pmart同时release 那 我其实就可以有两颗device 那 要不要做dysing 就是 啊 就不一定 那样子 对那可能也是one chip solution 这样 那这边一样是做完的一些图啦 那因为 呃 我好像只剩几分钟 所以我就快快点 啊 稍微 稍微讲一下就是 呃 这个就是我都会放一个那种 release这样跟one cent 做一个比较 就是相对来讲蛮小的 对然后在OM底下看起来就是release 完之后可以看到 它 会长不一样 就是跟那个 底下还没有被release的部分 就是这个淡蓝色的部分 是长不太一样 那 那 那 跟刚才讲的一样就是 它会有一些残留硬力的问题 所以它其实会有一些 有一些 表面的 啊 的 嗯 deformation 然后 啊 我一样做 一样是有一些mechanical characterization 就是 去量它的 我们这边都是用 那个laser doppler vibrometer 去量它的 频率还有它的 啊 它的 amplitude 就是 它的 displacement amplitude 啊 那我们就可以反推它的一些 基电转换系数是怎么样 那 那 啊 我这边是有放一个reference 就是我们跟传统 因为传统的麦克风 其实也是用MAMS做的 那 如果我们直接去比较是sensitivity 跟 跟 bandwidth 的话 其实我们是 sensitivity 这个其实是高蛮多的啦 对 那 bandwidth也是 所以 呃 刚才我 我又击中 那个不一样的split 这边就可以看到 呃 如果我的 呃 升学上面的curialization 然后 就是一样的实验 然后我们去看它的sensitivity 多少 这样子 然后就可以看出它是 呃 呃 其实跟前面看的mechanical 是类似 只是用acoustic 方式去量 这样 对 呃 呃 这边是一些 一些summary 就是 我们把P码 C码 结合在一起 然后 就 有比较好的sensitivity 然后比较高的 的pressure output 然后 我们也不会有 那个 bandwidth太小的问题 就是没办法 cover到 啊 啊 transmission跟receiving 部分 这样子 然后 呃 这边后面就是 刚才前面提到说 我们MEMS 因为它是一个薄膜 所以 其实一般来讲 我们都需要有一个 protection 一个cap 或是一些问题 但是 如果你是在升学的 的 的 呃 考量上 其实 你上面盖一个 一个 比方说一个 一个 一个金属的盖子 盖下去 就什么东西都没有 声音也见不去 声音也出不来 所以这边我就 做一个 就是一个housing 就是 它其实是我用3D printer 就印一个东西 然后 嗯 上面有打一些洞 那 其实这个 这个 就需要一些设计 让它的声音 呃 经过这一些 塑胶 或者是一些 呃 材料 它不会有那么大的问题 然后 这边就 一样是设计 就是有一些参数 我们可以去调啦 比如说这个 这个 你原件到这个cap的距离啊 然后cap它本身 厚度多少啊 然后就几个洞啊 对 然后 它的size 大概是这样的 就是 呃 这idea就是说 呃 用这个cap去封住 这个 这个device 然后在一个pvp上面 我们就可以用做 直接拿来做一些应用 然后它就 这个maps就不会这么脆弱 这样子 然后同时也有 比较好的 呃 就是 呃 我们叫acoustic impedance 基本上就是你声音一样传送出来 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 呃 接收也没什么问题 这样 就是它 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系统 然后它的 呃 如果有做rf 就 可能比较熟 就是一些你天线 要怎么样把能量传出去 然后能量接收是一样 所以有一些设计 这样子 是一样的概念 诶 对 然后其实这边就是量一下 就是说 有盖子跟没盖子的差别 那其实就是因为这个这个盖子是有一些 就是有做一些 那个impedence matching 所以说它真的实际上 如果我们一看这个amplitude 其实它是不太有太大的差别 可能就是 呃 少个 1dB之类的 对 对 然后 呃 这是一样就是tiny domain 可能这边就是少个2dB 的sound pressure level 实际上是影响是相对小的 对 好 然后 呃 我research第二部分 其实是做那种immersed 就是刚才讲的在水里面的 呃 的这一种东西 但是 呃 我实际上是没有做完啦 就是把这个idea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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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expand到这个immersed这种应用 但是 我还是有做做一些 呃 一些一些study 就是说我们怎么样 去把 啊 这一种immersed的 呃 第一个就是呃 因为 因为呃 我刚才讲到这种 比如说后面 它它制程上面是比如说走后面开一个洞 啊 其实在制程上都会有一些问题 就是如果你有太大 我们做这种 呃 呃 嗯 你都是用什么 那其实你的 fuel factor 就会比较小 因为你后面必须要留住一些silicon 那 呃 呃 这个这个是一个问题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 你如果是这种开动的 其实 呃 你在seal上面也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呃 我这边提 其实就是提一个 呃 service micromachining 的概念 就是说 呃 呃 instead of我们去吃这种 因为在man's上面 其实是分service micromachining 跟bock micromachining bock micromachining bock micromachining 一般来讲就是指说 呃 比较大的深宽笔啊 就是吃很多silicon啊 或是长很厚的film啊 那这个就是我都用很薄的那种 啊 新film的支撑 就可以做到 呃 那这边就是 快速gosu 就是基本上 我就是长很多层film 然后其中有一层其实就是 就是就是 就是piesel就是aluminatride那样 那我其实aluminatride是 这边是做了两次啊 那 那 当然是只有一层是 就是有被电极夹起来的是 啊 压电膜 那 后最后面就是我再长一层 啊 啊 就是silicon dioxide 去把它seal起来 那 它就可以是一个 就是 你把它丢在水里面就不会漏了 这样 因为而且它里面也是整空的 就是 啊 也有一些好处啊 就是 基本上 嗯 嗯 真空的就是 呃 damping又会比较 啊小一点 不过这个就 这边可能有时间狗屎这个 所以 但这个就是cross action 就是我把它封起来这样 然后 我可以做比较高的feel factor 然后 是我原本 如果是用那种buck action 那种silicon action 是没办法做到的 对原本可能是40% 那我这边可以做到80% 这样子 然后 呃 其他有有做一些结构上面的设计啊 就比如说我把原本是做一个圆形的薄膜嘛 那因为我是用series micromachining 就是我是上面在长几层 呃 材料 所以我这边就可以做出一些那种 比较奇怪的结构 就是比如说 这个是 呃 椭圆形啊 旁边有这种slope 就是有一些角度 那 呃 呃 我这边就可以把 它quallyfactor做高一点啦 就是因为它其实压电膜 在比较不连续的角落 其实都比较容易裂啦 然后 嗯 对 所以就是 其实以前就有人做做过这个 只是没有做在匹马上面 所以我就把它做到匹马上面 那再来就是这种 corrigated 就是这种 旁边就挖一些change啊什么 其实这个MEM上面也比较 也蛮多人做 只是也没有人做在匹马上面 我也把它做一下 然后就是压 那个pressure output比较大一点 这样 呃 这个就是讲一下怎么做 我这个slope的 它其实就是我上面先盖一层那种 hard mask 然后我 用一些那种 呃 呃 isotropic etching 然后吃完之后 就会 就会长这样子 然后是用比较 比较烂的oxide 就是 呃 不是someoxide 所以它qually比较差 它的undercouch比较大 所以我最后面在长一层抹上去的时候 就会 就会 做出这种 看到这种牛洞款 然后我在长模的时候 就会做出椭圆形的 就就 sidewall 就 就会比较比较smooth 所以你就看 比较这两个的话 一个就是上面这个就会裂嘛 它其实 呃 它的那个piazzofilm quality 就比较差一点 那这个我就 就做得很漂亮 然后这个 呃 这个金额结构都是长在这个斜坡上面 所以说 它的quality factor比较好 就是它能量不会死在这里面 对 那 直接 看这个 呃 颜色结果就可以看到差蛮多了 这样子 嗯 然后 哦 这就是 呃 另外一种 我做那个 一些 corrugation 一些change 然后 就把它就是 它的位移 就会跟原本 呃 比起来高一些 这样子 就是 比如说 做做 它有一个optimize的 的 就是change的深度 那基本上就是跟原本没有change 就是0 呃 会有蛮大的improve 这样子 对 然后 呃 看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变化 你可以看出它 它的 bandwidth可以上升 但是它的同时 它的 那个 呃 位移量 就是它ambitude 其实是类似 但是它的bandwidth大一点 对 对 对 然后 呃 后续其实有一些东西我没有做完 但是就是 老板让我毕业 所以我去赶快毕业 这样 对 但是它 它当然后续可以做更苦的啊 就是比如说你PMA 跟CMA 做在同一个 呃 小feature上面 用同一个面积 去做 这样子 就 我刚才前面讲那种是 还是两颗带嘛 两颗 就是cheap solution 还是比较大一点 那如果我做成一颗 那就超酷的 这样子 对 好 所以 呃 后续就一些讨论而已啦 然后我怎么做 如果我想 我要做这个要怎么做 这样子 然后 呃 大概就是这样 所以我还有五分钟可以 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这样子 我在念PMA的时候是蛮多 业界有 有 呃 有给我钱念 所以就 呃 相对来讲 没有经费的问题 这样子 谢谢Ray带来的演讲 我觉得很有趣 呃 呃 这边 听众有没有什么问题 这边 听众有没有什么问题 那我先问个问题好了 我还蛮好奇的 就是 我自己对RF 应该算是比较熟一点 呃 就是一般做 impedence match的话 就是L section 那 那个 那 就是 在mechanical的情况下 是怎么做的 就是你的L是什么 C是什么 然后你怎么挑 我其实不太熟 你提的那个 L session 是怎么做 但是 我们 基本上在做就是 呃 transmission line 两个不同的电组 或是不同的 就是我们讲 不同的impedence 的话 你 你就可以找到一个 最佳解嘛 就是两种 interface 他就是什么 对 他就有一个最佳解 那 因为我的第一层是固定的 嘛 但我第二层是可以tune的 啊 应该说 我原本是第一层 比如说我的device 是两种戒指嘛 那我现在只在中间再插一个 那我中间再插一个 那我中间再插一个 这东西是我可以去设计的嘛 哦 ok 所以你是类似用 quarter wave transformer的方法 对 是 ok 所以就有点像 anti-reflection coating 对 ok 但是你那些 就是你要怎么设计 那个housing上面的洞啊 还有 就是 因为他其实 我看你还有设计 高度 鼓动 对 因为有很多parameter嘛 你要怎么选 对 因为其实那都是 人家那个 那个解细节都算出来了 我其实就是拿来 然后 反正人家公司都在那里 我就拿来用一用 然后就 哎 量出来真的有耶 好厉害啊 所以我只是 我只是实作啦 那我没有实际说 去 去verify他的model 对不对啊 反正我就是把别人的model 拿来用 对 ok 那他其实idea是一样的 就是说 我有 一样的三种材料嘛 就是我 我自己这个 这个薄膜是一种acoustic impedance 然后空气是一种acoustic impedance 我现在只是在中间再加一层 那其实就是什么 呃 你什么 假设这个是 我有忘记了 反正就是 什么R1加R3 然后 然后 3多少什么忘记 反正就是类似这种东西啊 然后你就可以 算出 嗯 optimize的 impedance是多少嘛 对 嗯嗯嗯 对 了解了解 对 这还蛮有趣的 可以直接用3D printing 弄出一个 对 因为它比较大 它的feature比较大 那其实它的动 好像 呃 我有点忘记了 可能我写吗 呃 可能是 比如说 10micron 之类的 对 所以 就是 是可以做这样 所以就是 对 主要 主要因为我做是做一些业界的计划 那业界的人其实 呃 就比较 比较需要 你要有些实际上我可以拿来用的东西啊 所以我才会就是 必须要去 人家给钱嘛 所以就是要 要 要符合他们的requirement 这样 ok ok 这边有没有其他的有问题啊 那我可以再继续问哦 呃 那个 就是 是 是什么东西决定了这个 这个 这个东西的q 那这个q 可以做到很高很高吗 没有办法 呃 主要最大的dominated的damping就是 比如说像这个是空气嘛 其实它就是空气的damping 就就已经其实大部分决定了 就是 你的radiational impedance就是最最大的 最大的damping来源 所以它的q 当然就是其他比如说MEMS结构 它本身 呃 就是 其实其实有很 这蛮多 蛮多人都做过 这些research 但是 他们一般来讲在MEMS上面 除非你是做 做到很高频 然后你可能甚至要风真空的啊 然后 你的那个材料要就是 啊 就是 没有什么material loss啊 还是 还是什么 但是因为我们自我之后是第一频 然后我们在空气中 运作 其实 呃 一两百就已经是极限了 呃 ok 所以一两百这个极限是被空气 夺夺地 对 或者是 如果你真空的话可以到多少 对 就是 比如说像我 刚刚在讲这个东西 我就是 呃 我看一下我怎么放 呃 像我这个可以做到三百 三百 OK 对 这个就是在 可是因为我们在量这个 还是在空气里面量嘛 只是说 呃 我在 在 DEMA的里面 是是风真空的 因为我在做 我 DEPOSIT的时候 就已经是 呃 把它封在 跟你 呃 OXIDE的reactor 是一样的 的 的压力 嗯 但是 这大概就是 我做过最高的啦 有没有 有没有人做更高 我不知道 但我 我 我 我肯定有 最更高 因为这个东西其实是跟那个 就是有东西叫做Optical Microwave Transducer 是一样东西 哦 可是应该也跟你的频率有关系吗 呃 频率 他们的频率大概就是几百MHz 对 对对对 他们是完全 完全 suspending 而且他们是 就是旁边全部 edge掉 只有 可能四个到六个的那种 支柱在旁边 哦 对啊 我是说 我这种device 一般来讲 做到这么高 就已经很高了 那当然 RFMEMS 他们 Q都是超级无敌高 破10万 之类的 对啊 ok 对 那因为我这个就是跟 呃 空气或者是跟水啊 一些材料 一起用 你其实如果 超级无敌高的peak 就是你Q超大 就跟我刚才讲的一样 就是 你那bandwidth就很窄嘛 所以 其实不见得是好事啊 对 然后 那你那个 就是 有一段我其实听不太懂 就是那个 你怎么考虑就是 呃 就是trans 嗯 transceiver和 receiver 他们之间 所要求的 那个 那个 那叫什么 figure merit 是有什么不一样 呃 就我 因为我很直观的想象就是说 如果你可以用一个很小的电压 然后就drive一个很大的 就是 amplitude 那个 那叫什么 mechanical wave 在上面的话 这样的话 你的transmission也好 然后 反方 反之 反之也是一样嘛 就是 你的receiver也会一样好 对 其实这个部分是有一点tricky啦 就是 一般来讲 你在sensing 就是receiving的时候 会有一颗ASIC 所以 呃 如果你的device 电容值很大 然后 基本上 呃 呃 他 我这边虽然是列这样子 但是基本上 呃 呃 他还是关 直接关系到你后面ASIC怎么做 然后你是用什么sensing的 the configuration 所以说 这其实 不见得是这样没错 对对 ASIC是什么 哦 就是一颗专门 for 这一个device的 的电路 哦 对对对 就是因为我们 我们 呃 一般不会说真的直接去量你的 你 你变压输出 因为太小量不到 对 所以会怎么 就 就放大器 然后 对对对对对 一般来讲我们 就像我在量这一颗 CMAR的时候 我 我也是需要去 做 一个 啊 一个 一个 trancy impedance amplifier 然后有一些GAN 我才有办法量到 对 不过 ok 所以你 ok 我知道 这个应该会跟foldedown很像 对不对 就是因为你foldedown 也是low的一个capacitor 所以 然后你这个东西也是low的一个capacitor 所以你要做一些impedance matching 对对对对 然后他会决定你的频宽什么的 对对对对 ok 然后还有一件事情是你有提到那个nonlinearity 你说这是一个问题 就是这是什么样的问题啊 对就是 其实就是像我刚才讲到 因为他 那他 就是我这些实在就是我尝试在讲这件事情 就是说 如果我的transmission 是一个很 就是 是一根peak 然后如果你有一些nonlinearity 他会飘嘛 所以他飘飘而之外 就是 假设他超出你sensing这个 这个bandwidth 这个 这一个envelope 可以sensing到的范围 那你两颗加起来的sensitivity 就是这两个的交界这一点 所以就超级无敌敌啊 所以你的empty 你的sensitivity 可能就是你原本可以量的 的empty 就是从这个点 你就drop到这个点 了解 那所以 所以说 这就是为什么我想要做一个更大的 bandwidth 就是downreceiver 那他怎么飘 都还是被我cover到 那样子 对 那我 蛮好奇的一件事情就是 有没有一些 tuning你可以做的 就是你把device做好以后 你有没有办法 就是譬如说加个偏压什么东西的 可以改变它的resence frequency 对 其实我们有干过这种事啊 但是 就发发paper可以啊 但是 对 我没有 我没有做过 然后也有发 但是 在业界比较不 不实用 因为 你在出厂的时候 你不可能 就是还 还做一颗 就是你是那个 电压是variable 这样子 然后叫你的客户去tune 了解 但不过 不过我好奇 就是实验上有什么可以tune的 就是 对对 如果你在实验上 那的确你加一个biz 它其实就是在tune它的stress嘛 所以 其实你的resence是可以tune回来 或者 有机会可以tune回来 但也不一定 有可能是 也单个方向这样子 对 对啊 也有另外一种做法就是 从process上 它就是一颗一颗先 你先 你先量一次 然后呢 你可能就是去trim 它的厚度啊什么的 OK 可能用laser trimming 或什么 对对对对 其实那是有看到有人在做这件事 OK 感觉很 OK 对 OK Interesting 对 谢谢 如果 这边还有问题吗 今天怎么大家其他人都没有问题 好吧 那我们就先录影到这边结束了 好谢谢大家 谢谢